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汉服汉礼展示 为大家解释我们这一身汉服 它背后的内涵 和它背后和谐的原因 多谢 多谢来啦 你不要走啊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千年灭会 菠萝盛会 花椒佳节 春满岭南 我们是广州的汉服团体 非常感谢首届的岭南 民族文化节 和第八届广州民族文化节 给我们提供这个舞台 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汉民族的传统服饰 汉服 我们今天带来一个 康福汉礼的展示 有请 汉民族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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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时候是叫华夏族 我们汉族人民的传统服饰 就叫做汉服 自皇帝 谁衣裳 而天下自 汉服至今 已经传承了四千多年 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服装之一 她的主要特点是 交领尤人 搬衣换带 是带引扣 现在展示的是女子心衣 女子心衣多为曲句 曲句由下至上弯曲前扰 是先秦两看自其 最为流行 整体显得端装高贵 衣领相交 衣襟左翩在右翩之上 是在右腰固定 称为江领游人 跟着展示的是男子心衣 心衣上下编制 分为席句和曲句两种 心衣多数都是广袖 她的下场一般是十二片缝合 代表一年十二个月 衣服前后四幅 代表一年四季 圆奏方岭 已是天缘地方 垂直的杯线 表示做人要正直 水平的下摆线 表示处事要公平 接着来展示的是女子触控鱼群 鱼群是高高地触在胸部之上 相遇可以在交领或者对襟 触控鱼群是轻盛在唐代 当我配梳高继 扎袖的触控鱼群简单方便 而广袖的触控鱼群 则多数作为礼服 配上传统的披薄 充分显示了汉服的大戏 华规和优雅 接着出场的是交领齐腰鱼群 相遇下裙 相遇就是交领柔阮 束在裙的里面 可以是扎袖 也可以是广袖 广袖的齐腰鱼群 是正式的礼服 比较华丽 兼具端装、高贵和柔美 接着展示的是 对襟齐腰鱼群 相遇的依襟相对在空前 称为对襟 条群家有为常 增添了层次美和重叠美 我们中国瑜伽思想 绑构中正平和 对襟鱼群以中线随直 表示一种对称的美 体现华夏女子 优雅零度之枝 适合日常的悠闲穿像 现在展示的是 看服装一种常见的外衣形式 称为半臂 女色的半臂通常是穿在鱼盘的外面 以近相对而下 在衣空前 就长至上臂 就显得青春活潑 娇笑可爱 是少女喜爱的盘色 跟着展示的是男子杜袍 杜袍是明代世人 最普遍穿着的款式 领缘双着白色的护领 大袖收口 医生两側开叉 前腾有打扎和暗摆 可以借挡外常 瑜伽思想广告谦虚谨慎 在人前是不可失礼 所以杜袍在世界上的考究 就反映了中国的传统的礼仪文化 接着展示的是男子直播 直播流行在宋明两朝 是一般平民法姓穿的服饰 她的营制特点是 胶领又任 医长过七 医生两側开叉 一样是大袖收口 但是没有内摆 穿着比较方便 下面展示的是女色贝子 她是一种常见的外衣形式 衣领直堆而下是打于胸部 背指的两側开叉 线条流畅优美 里面配有鱼裙 衣领飘飘就显得阿罗多姿 最后展示的是男子树壳 树刊是看俗劳动人民所穿的服饰 多数都是用粗布制成的 分离上衣下裤 在清末的戏曲中就被称为短打 也是武术界人士喜爱的服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